吃飯時間 火鍋店擠滿客人 店員忙進忙出 這時門口走進了一名老衛 開始一桌桌的發放小卡片 民眾滿臉疑惑 他來 幹嘛的 像在推銷產品一樣 東西才發完一圈 他就開始上前 點頭示意 瓶瓶 匕首 畫腳 發現對方沒有反應 他開始將東西收回 這時他比比自己的耳朵 難道他是聾雅人士 這會是愛心機構的另類 募款手法嗎 就會有外國人進來推銷 那個一個鑰匙圈 拿一個要賣100 就拿一張紙張給人家看 就是看準新店光明 這條街上總共有100多間的店家 詐騙集團就以這裡為主要下手目標 逐一進到店內進行詐騙 就覺得說他是外國人 然後我們是台灣人 就覺得他比較特殊 對 覺得比較難拿出一些 給他出賣的 原來兩人根本不是什麼聾雅人士 商家懷疑是詐騙集團 利用假殘疾 騙取台灣人的愛心 兩兩一組時常出沒在新店一帶 年紀差不多都30多歲 其中藝人皮膚較黑 五官向中東人會到處逃50塊 聲稱自己要買助聽器 另一名則是金髮閉眼的外國老 好手好腳卻到處裝可憐 跨海騙取新台幣 就說100塊這樣子 那我就反正幫助人家100塊沒有關係 我是覺得他們有手有腳的 我覺得他們那種都是騙大家的那個同情心 說自己聽不見 希望好心人將紀念品帶走 一個才100塊還可以做愛心 當然很多人都因此上當受騙 100塊不多受害民眾大多不想計較 但想想自己的愛心被踐踏利用 以為幫助到弱勢族群 最後卻落在詐騙集團手裡 借徐志銘 宋香林 新北市報導